那整體來看 大概整體在 由這裡面有比較 在今天比較有意義的 是也看到 前面比較早這幾個案例 就是 就是17230到17308 這6個案例裡面 有這個 就是裡面 17307 唯一這一件 它是 抗體 N抗體是陽性 那其他的N抗體都是陰性 那所以看起來是17307 目前看起來 不管是它從發病日 它的一個有症狀的日子 跟這個N抗體的一個陽性 那跟它的一個CT值 一開始就很高的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但 這些有一些 到後來又降低 但這個還是我們現在還要在 探討的一部分 不過現在目前我們先以它可能為中心 是最早 最早的一個個案 最早的一個個案 那17 172 大家看到那個黃色的 外面這5位 他們是所謂的中立線 做同一輛車子的 可以吹行到同一輛車子 那下面17307跟17308 這是一個淺綠色的 他們是做巴德線的 他們這兩位是做巴德線的 那17238跟17307 他們都在服務在可能會跟入境的旅客 可能會接觸到的 就是在行李轉盤 旁邊的洗手間 他們兩位都有同時在那邊做服務 不過 時間上並沒有直接的重疊 所以有懷疑 是另外的懷疑 但是可能是在 這個洗手間裡面被傳染到的 這也是有可能 不過這還要進一步的相關的基因的定序 更清 更清楚 才要跟大家來做報告 好 那相關的做 相關的疫調跟採檢也持續在進行 那我們可以講就是說 就是說一二等於是在這個清潔人員跟 的防疫計程車裡面 這幾位 家庭的接觸者 匡列的家庭 接觸者 現在的檢驗都是陰性 都是陰性 那整體來看 在其他的部分 整個在 社區的 從17230延伸的社區檢驗的2278 這都陰性 那17238 這6個也是陰性 那接下來這些大概就剩下 比較 比較清楚的 需要去 再為去看的就是我們的 那個 17240 17240還有三位在採檢中的 那還有17309 有14位 那在採檢中 那目前看起來從直接的這些接觸者 尤其是家庭的接觸者 那都是陰性 那在這一圈裡面是讓我們覺得 比較安心的一環